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累、萬寧獨賣 減稅、採購合同和其他更為間接的激勵措施 豪費不經約2,300億美元 這些措施最終創造了1,310萬輛汽車的市場 佔全球電動汽車持有量的60% 但中共政府的扶持政策造成了產能過剩 有全球汽車製造商要重組或是關閉業務 10月 三菱汽車宣布將停止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生產汽車 根據證券交易所文件和官方媒體報導 本田、現代和福特也採取了措施 包括裁員和出售工廠 以削減成本 根據分析公司《波士頓顧問集團》的一份新報告 美國汽車製造商在美國每銷售5萬美元的電動車 就會損失約6,000美元 Rivion和洛池等公司也出現類似的天價虧損 今年早前 Rivion透露 其公司每售出一架貨車就損失3萬3,000美元 而洛池每售一架車就損失40萬美元 高居這個數字綁之首 8月份純電動車佔歐盟汽車市場的14.4% 低於去年的21% 這是今年連續第四個月下降 與去年幾乎一致的環比成長形成鮮明對比 覆巢之下 安有元論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自己也損失慘重 即使電動車目前佔大陸市場新車銷量的一半以上 但隨著殘酷的價格競爭越演越烈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獲利前景仍然暗淡 即使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銷售預測樂觀 但只有比亞迪和理想汽車這兩間本土公司能獲利 這個將使得約30間競爭對手面臨止蝕的壓力 至今已發表了第二季財政報告的三大電動車製造商 小鵬汽車、極客智慧科技和零跑車 他們的報告合計虧算了429億元人民幣 約為60億美元 即使虧算被一年前的535億元收窄了20% 但引發了新的憂慮 即進一步的折扣可能會削弱該行業 中國威馬汽車今年10月申請重組 高級電動車品牌高合的持有人 華人運通集團今年2月起暫停營運至少6個月 今年8月總部位於廣州的小鵬汽車公布 第二季淨虧損12.8億元人民幣 吉利汽車控股的高級電動車製造商極客 在截至6月的3個月中淨虧損18.1億元人民幣 營運困難導致製造商經濟困難 根據彭博社數據到2023年底 未來汽車需要大約295天的時間 來付清應付的帳款 當中絕大多數是欠供應商 而2021年只需要197天 數據顯示 另一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小鵬汽車需要221天才能夠履行對供應商 和相關持份者的義務 而2021年這一個時間為179天 去年第二季度 未來汽車虧損8.35億美元 即每售出一架車就虧損3.5萬美元 即使電動車行業這麼不景氣 中共政府仍然毫不手軟地向當中扔錢 2020年 當未來汽車的現金流幾乎見底時 當地政府立即注入10億美元 已獲得24%的股份 一間國有銀行帶領其他貸款機構 注入了16億美元 根據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 從2009年到2023年 中共政府對電動車的支持累計達到2,309億美元 從2009年到2017年 每年的絕對資金約為67.4億美元 從2018年到2020年期間 政府支持資金大約增加了兩倍 然後自2021年以來再次大幅上升 政府的支持資金包括五種形式 國家批准的買家回購 免證10%的銷售稅 政府對主要是充電樁的基礎設施的資助 電動汽車製造商的研發計劃 以及政府對電動車的採購 中共政府之所以如此大手不援助電動車 是因為這是它認定的 有機會佔領全球市場的戰略領域 因此 中共政府早在2001年就採取措施 投資相關技術 同年 電動車技術被引入為 中國最高經濟藍圖 五年計劃的優先科學研究計劃 2007年 曾在德國奧迪公司 工作過10年的汽車工程師 曼江出任中共科技部部長 隨後電動車行業得到重大推動 曼江一直是電動車的忠實粉絲 並在2008年測試了Tesla的首款電動車 之後 電動車的發展一直被列入 中國國民經濟規劃的優先位置 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的 非常主高級研究員陳鴻讚文指出 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個通病 就是產能過剩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策略決策 將資源投資在選定的產業 由於不受市場經濟的制約 這種做法會導致產能過剩 並帶來不利的副作用 一個例子是 北京為應對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刺激計劃 即提供廉價信貸來刺激基礎設施和住屋建設 這樣造成了煤炭、鋼鐵等建築材料產能過剩 導致生產者物價通脹連續50多個月處於負值 此外 鋼鐵業產能過剩也引起了其他鋼鐵生產國的強烈不滿 另一個例子是晶片 2014年中共政府設立大基金 已建立中國製造的晶片供應鏈 從而減少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依賴 8年後 總共300億美元湧入了晶片行業 還有200億美元正在湧入 中國在2020年1月至10月期間創建了5萬8千間半導體公司 平均每天約有200間 而青華紫光集團是其中一火明星 青華紫光最終的破產 正好展示了中共國家資本主義製造的災禍 而電動車行業面臨的動盪 就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的有一次禍害 紐約通訊公司Vestat的首席經濟學家 米爾頓埃茲拉提贊文指出 隨著產能過剩問題突顯 中共政府已將對電動汽車行業的支持 削減了近66% 在這樣的情況下 實力較弱 效率較低 產品較差的公司將頻臨倒閉 但很多地方政府卻仍然花錢 能維持這些殭屍企業 電動車行業最終將會出現整合 私人投資者和地方政府都將面臨損失 屆時 中國經濟復甦之路將再次遇到坎坷 今年2月 小鵬汽車行政總裁何小鵬 曾在員工備忘錄中指出 今年也標誌著中國汽車製造商之間 激烈競爭的開始 這場競爭可能以血洗告終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韓剛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現在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